是的 这次水灾 柔佛的灾情严重 柔北新港18只有超过100英亩菜园遭到洪水淹没 估计会影响部分地区的蔬菜供应 那本台记者许文杰已经前往灾区 我们马上和他连线了解详情 文杰 菜园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记者现在就在柔佛北部新港18只的这个菜园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整片这个菜园占地是500英亩 那这次的水灾受影响的范围涉及100英亩 那主要这边刚才所提到的总共500英亩 这边总共是大概有30户的农民共同经营的 那这边也是主要供应给柔佛北部的这个野菜的供应商 也就这边的野菜主要是供应给整个柔北的这个地区 那其他的这个地区就是有供应到的地方 就包括了柔佛的新山 八珠八峡 西加墨以及马坡 那另外远至吉隆坡以及马六甲也有从这边取货的 其中马六甲有超过10间超级市场都是从这边取货的 另外呢 吉隆坡方面呢 这个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可能还好 因为呢 吉隆坡还有和四面八方 还有从其他的地方引进这个蔬菜 那预计呢 这一次的这个蔬菜供应受影响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会波及到即将在月底就是迎来的这个灾界月 啊 假如说我们一季假如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假如说天气好转的话呢 应该在一个月一个月后呢 这供应就会增长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看整个天气的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假如再继续下雨呢 那么就是要看气候了 因为我们的产量呢 跟这个气候呢 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陈先生也说呢 这一次呢 是2006年南马大水灾之后呢 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哦 那目前如果你说损失的话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天还在下雨的这一刻 其实呢 根本就还不知道损失具体是多少 可是陈先生就透露呢 预计目前啊 可以预计的这个损失是高达80到100万令吉 那今天早上记者抵达的时候呢 所看到很多蔬菜啊 它们都在整理着 然后包括丢了一些蔬菜 然后我就有问陈先生说 具体啊 丢了多少的菜 那目前为止是丢了 可以知道这个损毁的蔬菜高达400吨那么多 那现在这一刻呢 如果要去清理这个菜园呢 也是不大可能的一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天还在下雨 现在这一刻 我在连线的这一刻 天还是在下着毛毛雨 时时有一时有雨 一时没有雨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要等到完全就是停雨 所以可能干了之后呢 这个土地这个比较干了之后呢 才可以去做这个播种啊 翻种的这个动作 那刚才呢 一度呢 就是记者一路来的 一路前来这个菜园的时候呢 我们在还没有抵达之前 我们的两侧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马来干榜的这个屋子呢 我们都看到是已经是 呃呃呃就是还那些水水位是还没有消退的 那相信呢 这些农村民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相信他们都已经到疏散中心去了 那这一边目前在菜园这边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河流呢呃是还是非常穿急的 那刚才陈先生也有说就是之前的这个河流是没有这样子穿穿急急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呢 呃 感觉上这边这个水水就是这个情况是还还在继续的 那刚才早上的员工也还在忙着吧 就是在忙着就包蔬菜啊 还有丢蔬菜这些 那他们在受访的时候都表示说蛮心痛的看到这些菜被丢掉 那陈先生又想到说呢 就现在能够怎样呢 也不能够怎样啊 就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那现在唯有重新再来 他也形容了农业 农啊 农民啊是打不死的蟑螂啊 那他说农业局的官员昨天其实已经有来到现场这边拍照了 呃 那他想问的事情呢 其实也包括说 因为去年的四月也有发生水灾 然后也有波及这个菜园 那时候农业局就有说啊 要给这个津贴 可是呢 时隔将近一年了这个津贴还没有发放 所以他就想要追问这个进度 另外那这一次呢 他也希望政府能够体恤农民的这个 两难的这个处境啊 就希望能够重视这个农业领域来协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还有呢 就是上一回大水灾的时候呢 就去年四月的水灾这边也有 这个菜园这边也有一些道路是损毁的 至今还没有获得这个援助去维修 更多详细新闻内容 我今天晚上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的这个新闻才在跟你跟进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朋友主播 是的 我们希望说这个灾情啊 赶快就是退去哦 天气赶快好转 谢谢文杰从柔佛发回来的消息